接下来出场的这位小伙 据说是一个上市公司的HR 听这个头衔可挺向往 来 掌声有请 全场热烈 好情温柔 终得一灯沙谷楼上 他都会严密贼大浪的强烈 从我都是火海都长得迷藏 要是欺负我你就妈的空快了 大家好 我叫张勇 今年三十四岁 来自吉林长春 我的爱情宣言是 在台上找到一个聊得来的人 过一个有趣的人生 谢谢大家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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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看看 你好 你好 今天的着装也特别的职业 很职业化 平时也是这种装扮吗 不是 平时培训的时候 或者是公司主行 大型会议的时候会这么穿 你是做什么 什么样的培训 主要是公司 可能新员工培训 还有公司的这个中高管的 在职的这种培训多一些 因为我们厂上也有一个 搞培训的是吧 六号 六号王岳是做什么培训 你好 我在波斯登 做培训 现在是培训经理 主要负责的一部分是门店的员工 还有企业内部的员工 我觉得咱俩的方式 会挺文质的 挺像的 是 都是做培训的 好好好 那看一下 厂上十六个姑娘 对谁的印象最好 好的 来看一下张勇的第一个短片 了解一下 我叫张勇 现在在一家国有上市企业 吉林云田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工作 和很多人一样 选择这份工作的初衷是看中了福利 名气和发展空间 可能你没听过云田化 但你一定听过六颗星化肥 我现在在集团任职HR 我要负责新入职员工培训 中高管战略培训 以及在职人员的业务技能提升培训 平时看书比较多 我认为读书会让一个男人的格局变大 我给自己的规划是 40岁之前做到年龄资源总监的位置 我一直认为 没有该结婚的年龄 只有该结婚的爱情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单身女孩逐渐下降 上全程热恋成了我最后的选择 我叫张勇 今年34岁 喜欢听齐琴 郑军 他们所唱的老歌 我在全程热恋的报名处 你在哪 你好 王悦 我想问一下 我在短片当中看到 你说你喜欢看书 你喜欢看哪类的 我比较平时 比较喜欢看人物传记类的 王悦喜欢看书吗 喜欢 喜欢看哪方面的 我最近迷的是阿婆 知道吗 听过 阿加莎 我很迷他 最近超迷 他连着看了十多本 他的小说超级喜欢 然后公司里面的话 因为我们总经理 特别喜欢看书 然后他推荐我们看的 最近也在看富能 看刀圣和服的活法呀 干法呀就这种 那个我们也看过 哦 因为你们两个从事的行业都很像 啊 谢谢 主任好 文思 你好 小伙 你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平时不是喜欢看书吗 对 但是你喜欢看童话书吗 格林童话 安徒生童话 你有看过吗 那个在上小学的那时候看过 那现在基本不开看了 真的吗 就是我 我对就是 就是迪斯尼啊 然后一些动漫啊 比较感兴趣 然后我特别喜欢看 因为会给我带来美好的感觉 然后并不是说很虚幻 但是我看了心情特别好 我每天都听童话故事睡觉 要不睡不好 那你不应该找他 你应该找我 四四你说 四四你说 我说那他不应该找他 他应该找我 为啥呢 我之前活在幼软干了五年 就是几乎那个所有童话故事我都看过 然后我一晚上跟你讲一个 我都能讲 讲三百六十年 叔叔 你能当男朋友吗 你能当男朋友吗 可以当你保姆 然后那啥我也 找到各自的定位了 然后我也看书 我看那个 我之前在幼软上班看的是动漫书 我现在不换工作了吗 然后我就看什么职场 什么那个是怎么如何培养的 跟那个员工之间怎么交流 跟店长之间怎么交流 然后那个 我看其实你现在这个工作 对你来说还是有挺多的难题的 要不会看这么多的书 现在是到一个什么地方来着 就是卖那个黄金首饰珠宝钻石 对 去了多少时间 去了一个半月 一个半月 卖没卖出去东西呢 卖了 卖了那个一堆戒指 买一送一的 二十九块钱 所以现在我能看出来 素素每天都在读书 功课一下 到底怎么样才能就销量大整 是不是 对 好 刚才我们看了张勇第一个短片 接下来来看第二个 我认为在感情生活中 不需要有形式感 但是一定要有仪式感 我准备了两个黑白笔记本 幻想 如果有一天我有个女朋友 那么我会把其中的一个笔记本 送给她 然后每个月的时候呢 我们彼此交换我们的书记本 那在这个月当中呢 她可以写下 对我这个月当中最不满的地方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 双方的一种沟通方式 大多数男人喜欢大课 漂亮白的女孩 但我却对一些娇小的女孩情有独钟 我理想的对象身高是158左右 但一定要大眼睛活泼开朗点